换一個 表示這棵有變嗎 那你們看一下 下面有咖啡色的部位 你們看到這棵樹的 那個核跟病的菌絲面爬上來了 包括這個楓楓裡的白色 這個都是喔 這些細楓裡的就是 在哪裡 在這裡 在這裡喔 在這裡 OK 對了 你對了 好乖喔 你有找到 在哪裡 在這裡喔 OK 可是你知道它聞到了 它坐下了 它坐下了就是 表示說這裡有氣味 這隻是檸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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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檸檬嗎 對 這是檸檬 你們會發現 它那個 雖然米格乳 它少了一個黑色 沒有黑色的米格乳 就叫做檸檬色米格乳 所以它就叫檸檬 這是檸檬 上百年的樹在這裡生長 這是我們的資產 那麼得到這種核跟病之後 如果爛掉了 它會對民眾受傷 所以就公園的景觀來講 這個重要是跟民眾安全 所以要及早檢斷 這是我們請這個 收益室來檢驗的耶 所以我希望趕快 前面先的檢驗 那另外以後 發生了發生這裡的土壤 不可以要管制 不要隨便外印 去運到一個新工程 也要破壞了 要做完目的前 這個地方 因為上一次四月份 有一顆倒下來 我們等到 莫名其妙外觀好好的 它怎麼會倒下來 所以才去請教專家 請到臨事所的專家 去診斷核跟病 那核跟病現在 平均大有在訓練 有一種靈犬可以 去及早事先發現 那麼我們現在 目前訓練的犬隻呢 是憑它的氣味 因為就像這個香菇一樣 也是訓練 有特殊的氣味 那麼在其他國家 也有用狗去找松露 松露也是一種訓練 所以呢 我們利用這樣的原理 每一種訓練 都有獨特的氣味 所以核跟病 應該也有獨特的氣味 那我們在實驗室內 做的訓練的結果呢 我們知道它是非常準確的 在90%以上的正確的情況下 可以偵測到核跟病 所以我們就利用它來 找氣地上面的 現在調查的時候 是調查發現 它這邊有一些比較 潮濕濕潤 有稍微菌濕的反應 那我們向下挖掘 像這個地方 我們會開始進行向下 輕輕的挖掘 那挖掘以後 我們就發現到說 它這裡 它的樹皮開始 有剝落現象 那剝落現象 樹皮剝開以後 就變成線材這個樣子 那它的樹皮是會有 白色菌石 跟一些核色網紋的 形象顯示出來 那就表示說 它已經確定 有罹患到核跟病 那依這顆大葉藍人 大葉藍人來講 它還算是初期 它危害它根部 按照判斷 它根部的那個 危害的程度 大概20%到30%之間 目前核跟病的治療 會在 我們農委會林業試驗所 有一個標準的作業程序 那它治療的程序 大概就是 先把病根部挖掘 挖掘的剪除乾淨以後 把病根部剪除 乾淨以後 再去做 土壤殺菌消毒的動作 那 它核跟病病菌最嚴重的地方 就在根部 根部木材 根部木材的 木材裡面 那所以說 我們一定 最重要的動作 就是在挖掘過程中 一定要用人工 翻土 或者是用怪手翻土 盡量把它的根部 的病害 離根 離患核跟病的根部 檢視乾淨以後 再做土壤消毒的動作 那 它可以達到一個 比較完全的控制效果 那要不要用藥物 藥物要好 那大概要多久 它才會痊癒 一般來說 治療完以後 它就會 它 就會得到一個 得到一個 控制 對 得到一個控制 而且假如說 它的病部有清除乾淨 其實它 只有在傷口附育的過程 它的核跟病 它的核跟病 會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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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出 好 換了那個 切皮 然後你看這個 是不是 那邊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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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他 有 有 這個 是 有 我們 會 有 會 有 一些